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140多的公民團體所舉辦的廢核大小型 今天下午分別在台北以及高雄兩地進行 其中台北廠號稱3萬的民眾參加 包括在民進黨黨內初選較勁的總統蔡英文 以及行政院前院長艾清德也都在台北長現身 這也是民進黨執政後首度參加民進舉辦的廣核廢核遊行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對執政民進黨參加這場遊行 則是有不同看法 還是上街遊行不是很奇怪嗎 不然你當執政者 把時間省下去做事吧 有沒有來個民間團體 反核團體 專程把邀請卡送到你家 送到你手上你才要來 會不會 會 如果你真心愛這塊土地 你自己自然就會來對不對 不少遊行民眾所持告別核電活動海報 到場表達反核廢核理念 也有民眾身穿褐色狂繩衣 手拿兩瓶廢核料造型鐵罐 表達訴求 另外今天是農曆3月23號 也是媽祖生日 更有民眾用起媽祖的梗 表達廢核訴求 這個最好玩最好笑啊 媽祖做夢嘛 然後咧 酸中痛苦 要會合 遊行隊伍到西門町附近時 更有民間團體在遊行車上演說 痛批國民兩黨的核論政策 國民黨我們當然知道 他們是可恥的永和的班人 明天根本不可以讓他們出發執政 因為在國民黨背後 在永和勢力的背後 是一大堆的永和日本家 他們想要重啟核電 讓我們面對另一場核戰 還有核廢料的威脅 這是司法高之心 眾人皆知 是騙票 騙票 還是騙票 民進黨口口聲聲的說 要推動非核家園 但是他實際的政策 一直相當的感受 幫他運動 我們不能依靠民進黨 要依靠群眾抗爭 就是用一些其他人員去發電 就試試看 就是如果真的成功的話 那就慢慢不要用核這樣 慢慢退場的話 可能就是說你要在於說 你其他人員真的可以發展起來的話 大船慢慢退場 這個部分是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廢核會沒有變用的話 年輕人會在意 那如果支持核 但是會有核廢料問題的話 都是年輕人以後 要去面對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從來都沒有選擇 對 然後就只能 卻要承擔這樣子的結果 對我來說 心情是蠻沉重 快點不開 好焦慮喔 誰幫我解開一下好不好 今天要蘋果啦 加入好評語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賬號 就能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趁現在免費 趕快訂閱蘋果新聞王